酒駕真的不應該 高雄遠五遊民阿北 是開掃貨車逆向圍庭 被警方給攔查 沒想到他回生酒氣 還一度拒絕酒測 甚至開始對警方來說照 最後測出來酒測值高達0.9 連他本人都說不可能 而林明駕使也是酒駕招逮 他強調自己是前一晚喝的酒 不可能還沒有退 直呼太扯硬要嘗辯 來關心到大醫院的醫師 現在面臨了斷層嗎 2023年大醫院 兒科住院醫師的招收率 是創下了11年以來的新低 因為受到少子化影響的關係 其實不少年輕的醫師 都不願意投入兒科行列 而大院的醫師 不只越來越高齡 還因為缺乏人力 資深的組織醫師 還得身兼住院醫師的工作 這也讓出走潮勢更加的嚴重 所以就有醫師擔心 恐怕5到10年後 包括像是婦產科 兒科將全面崩潰 家長得出國 才能幫小朋友求醫 距離過年 剩不到一個月 北北基的掃黃現在收費確定 從2月5號到2月14號 都是採春節加成跳表 跳表要加收30元 而另外即將迎來年貨的採買人潮 迪化街還有大賣場 都陸續展開了春節 當期推出優惠 不過市場談判就預估 往往在年前的一到兩週 需求量就會明顯的增加 一些過年受歡迎的肉菜類價格 恐怕都將上漲 您能想像空拍機居然也會遇到空難嗎 有名20多歲的護理師 他到南投仁愛來爬山 但沒有想到他帶著空拍機想去記錄美景 但是在空中卻突然衝出了一隻老鷹 直接撞下了空拍機 這下直接把空拍機給撞翻 而老鷹當然是選擇肇事逃逸 直接飛走了 現在另類的空拍驚魂畫面也曝光 國際焦點就在英美是以百枚的飛彈 炮轟夜門叛軍的據點之後 青年運動是朝著一艘航行 雅丁灣的美國貨船發射了飛彈 雖然沒有人員傷亡 船隻也只輕微受損 但是這讓局勢急速的升溫 英美的船隻現在成了攻擊的焦點 美國運輸部已經向美國的商船 都發出了警告避免航行等地 國際扶貧組織勒斯會公布的 全球不平等報告指出 全球前五大富豪的總財富 在四年內是翻漲來到27.3兆台幣 日當中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的個人財富 是以7.8兆台幣居管 勒斯會就推估未來的十年之內 很可能會出現首位身家破兆美元 也就是超過台幣30兆元的超級富豪 總統大選結束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撰文表示 未來將發展壯大台灣愛國統一力量 反對台獨的分裂行徑 另外對於選舉結果 大陸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 也發文安撫大陸網友 他稱要讓大陸的經濟進一步好起來 是比賴清德上台更為重要 還說解放軍已經在台海 形成了壓倒性的優勢 該愁眉苦臉走鋼索的應該是賴清德 2024美國小姐選美出爐 是由來自科羅拉多州的麥迪森摘下了後冠 而12歲的他不只是名校的畢業生 還是一名現役軍官 擁有駕駛F-16戰機的資格引起關注 你好 歡迎收看即時新聞現場 我是馮為之 新聞開始馬上來關心到 國民黨敗選至今 黨主席朱立倫都沒有出面 只有在臉書道歉說遺憾 這是引爆了基層的怒火 而孫文學校的總校長張亞中 就炮轟朱立倫的策略完全的錯誤 他黨主席任內的兩次總統大選都挫敗 應該要下台負責 否則會遭人妥棄 2024總統選舉已經落幕了 侯友宜是卸下了選務回歸市政 面對黨內掀起的檢討聲浪 侯友宜說自己才是這場該負責任的主帥 而趙少康則說這回拿到的票數 是比預估的少了110萬票 更說成後不少投課的人都後悔 但是已經來不及 侯友宜也表示接受選民判斷 會虛心檢討 我們接著馬上就來看到了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的鬧區 有女騎士想要把車子停在人行道上面 但因為車格太小了 前前後後移了好幾次 最後一次油門催得太猛 直接往前暴衝 不惜把兩旁的機車都撞倒 還波及了一台路邊的車輛 另外還有富人是一邊騎單車 一邊滑手機 結果不小心擦撞路邊的車子 把後方的騎士嚇了好大一跳 看到高雄三明區有洞心的建案 最近正在進行連結的清潔 沒有想到是被民眾募集到 有清潔人員是站在21層樓高的 外牆擦窗戶 但他的身上是沒有任何的安全繩 更沒有佩戴安全帽 所以只要風一大或者是早滑 只有可能會摔下去相當的危險 而現在勞工局也表示了 其實沒有防護措施 施工最重是可以開罰30萬元 而且可以要求立刻停工